成功 沒有拳擊的話就不知道要幹嘛 因為不會讀書 算很窄吧 沒事的時候都在家裡玩手機 我其實很多次想要放棄掉 因為真的太累了 老师就是每天打我 就算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也是默默地陪我 陪我说一定要走下去 六点我不等 直接要来练习了 一路陪伴支持孩子的陈哲宇 是社区服务协会的社工督导 也是个拳击老师 把这一块关掉 每周至少两次的夜间拳击课 地点就在协会的顶价空间 这里有点阳春 但训练可不马虎 陈哲宇当过国手 直到基本功的重要 动作做大 脚步夸大 变好拳击 也许才能翻转这些 来自龙恩浦 三婴和南静部落 孩子们的命运 就像当初的他一样 他们不是不认同自己 而是害怕不被认同 泰雅族的陈哲宇 国小时从部落搬到英哥 才深刻体会都市原住民的无奈 我听说什么 我们家旁边一个叔叔 原住民他可是他上班习惯又不好 抽烟 然后又卖松花 然后又干嘛的 然后就很多一些负面的形象 都会往我这边接收 但是我那时候接收到的 就是我的家人 没有人这样子 为什么都要给我这么多的一些标签纸在身上 我就不喜欢接收这些东西 为了撕掉标签 当年他刻意训练说话避免口音 也怕旁人注意到他患有小耳症 幼耳听力受损 青少年时期过得好别扭 直到认识拳击 我一寐的追求就是想跟大家一起 对 可是却忽略我自己的未来还是得要顾 对 那没有目标的情况下 我觉得好像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我什么都没办法做 后来是 同学吧 同学就问说不然就是 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打拳击 好好防御座 妈妈是反对的 担心他会被K到伤脑袋 校队当中也有人质疑 国三才练太晚了 但这些都没让他打退堂鼓 我一定要咬牙伸下去 我觉得就是那种信念 让我觉得打拳击 他不会去抛弃 因为我想要做到这件事情 就这样他比别人花更多时间苦练 在全中运打出冠军成绩成为国手 还到越南比赛 获得亚军顺利升上大学 毕业后成了圆明局 派驻国宅的管理员 这一天他决定 再去坐家访的路上 带我们看看当初他服务的地方 人生的转类点 隆恩普国宅安置的都是2008年 被破迁的旧三英部落族人 在这里陈哲宇看到好多 都市原住民的困境 和比当年的自己 更迷惘的青少年 问他说为什么不去 他们就说就是 为什么要去学校 去学校又被老师成衣 又被老师骂 我想去再去 我不想去我就待在家里 然后期待一来 我就跑给他追 所以中措帮派和毒品问题严重 看不下去的他真想做点什么 有天他看到孩子们在打篮球 他们这样整天都日夜颠倒 然后可能都睡不好 叫干嘛 这怎么可能会打得好干嘛 他发现他们的体能状态都很好 对 然后就可以打很久 而且投篮又很准 跑步又跑得很好 身体条件都很棒 我就第一个念头想到说 如果这些孩子如果有机会 我带他们打群群 那不是很快就有办法 拿到一些好的名次嘛 然后把我的一些过 对 正向的经验分享给你们 会不会有机会去翻转掉这个过 再介绍你就是中措的意义 他马上去借了两副手套手把 就这样利用自己的下班时间 号召打拳 拿的就是那种正式比赛的 他们看到他们整个很兴奋 然后我就教他们怎么正确出拳 左支拳 右支拳 拿到三朵防御这样子 然后再教他们就是怎么打起 打起哪个部位 看起来很帅的运动果真吸引人 从一两个小孩到后来每次练习 就有五十几个大人小孩聚集 开课频率还从每个月一次 变成一周三次 当孩子们都来找哲宇老师 游荡闹事的就少了 但就在他对成果感到欣慰时 一个很有天分的学生 因为家庭因素突然退出 继续自我放逐 最后还加入帮派 陈哲宇一度好灰心 考虑就解散了吧 我也觉得难过就是为什么 你要决定的说走就走 其实有后来是转个念想说 我们不行 我不能再让我手边的其他孩子 慢慢这样子流掉 那我要更在意每个孩子 他的训练跟他的家庭的每一个信息 我都必须要去在意 他要变比较乖嘛 打拳之后 家庭是影响成长的关键 几经思考后 还是放不下孩子的陈哲宇 决定转行 进入儿少协会工作 并进修社工专业 借由做家访再帮学生多一点 这天就到南静部落 拜访家贤的爷爷 说到这孩子 他也是煞费苦心 初家贤其实是一个很有 冲劲想要做好事情的人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都没有办法被看见被尊重 索性他就把他死 封闭所想 为了把人拉出家门 陈哲宇透过同侪 还帮忙规划升学 去打动家贤和家长 学全体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变怎么样 学全体之后 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升学 或者是有其他的更好的管道 或是他的孩子会变得更好这样子 把那个利益跟他们讲清楚 当初他就是这样 慢慢又把全集队撑起来 还到临近的三峡国中开社团 让更多人加入 他发现一个人的转变 会牵动一个家 他怎么成绩变那么好 他的爸爸怎么 因为他变得更积极 在努力工作了 我觉得这种东西 就是大家都会有看见到 一些好的感受 所有付出都有意义了 不料就在一切步上轨道之际 竟接到协会要被裁撤的消息 我们的服务全部都要没有了 就我们全面努力的 这些辛苦的成果 就瞬间不是被人家带走 是就没有了 好不容易进步的孩子们怎么办 失业了该如何是好 那时陈哲宇的妻子才刚怀孕 我去跟我老婆讲说 我先去找个家有站 或是楼下7-1店员 先后一下好了 他跟我讲说 我不希望我们去做 你不开心的事情 对 然后我说就是 其实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就 这整个就枯萎 崩溃 还好有太太支持 也还好有同事杨家贤 他也不舍学生 于是建议陈哲宇一起找资源 来延续客服班和全级队 别让改变中断 100-101-102的时候 一届毕业可能十八九个 可能就拿到毕业证服 毕业证书就两三个 去年来说自己全级队 几乎都已经有决定好 去哪个学校 当初的坚持是对的 中措的孩子减少了 今年7月底的全中运 全级队表现还很亮眼 其中苏嘉贤就在50公斤量级夺冠 一度因为体重难控制 想放弃的陈云威 也有亚军的好成绩 小小全级队获得七金二银 共十多面奖牌 十秒 十秒 动作接级 到底全级是如何改变 这群本来不被看好的孩子 他们接受到的训练 跟他们的一些自我对话 其实他们是比同龄层的 孩子们的任性是更高的 他不只是运动 更是心性的锻炼 撑过了就成长了 好 来 备 力道控制 力道控制 没有情绪 我们都一直不断地去跟孩子们讲说 放弃转头就好 可是努力坚持是很难的事情 在练拳机或者在生活路上 大家其实尊重的都是 你在某件事情在好好的面对 去认真 去学习 然后不放弃的那个精神 而不是你好像多有成就不对 而是你那个精神才是大家想要的 所以陈哲宇常说 全级不是唯一出路 但认真面对 他会证明努力坚持的人 终会挥出翻转人生漂亮的一季 练拳棋之后就比较有责任感 最大的木头 就是变得比较活泼一点 不管再怎么大的压力 就用比较更大的压力顶上去 他的那个笑容其实是真的我不想放弃的 然后当他们只要回过头来跟我讲老师谢谢 我觉得我就是 哦 想到会掉也掉也 就是一个就好 我来看岸一二三个人 我来看岸一三个人